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黄仁宇先生的文章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 但这并非事实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 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志 蒋是黄浦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 孙去事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 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继而北伐 左派的廖仲凯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 于是蒋赶走他 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是案 许恰巧思得不减,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 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署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 公筹交错之际,蒋介义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 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 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 他至少需要几天功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 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 许重志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 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 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 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 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钱 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 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 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以行诸文字 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 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 也曾当过许重志将军的参谋长 尤其是在许当就十四世的市长时 在蒋介石之前 我父亲黄振白和许重志已认识了很多年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 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 他旅行到贵州 云南和中南半岛 从海防搭船到广东 最后到了福州 在二十世纪初 这名年近三十 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 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 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 同盟会的革命党人 拟出一套策略 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 他们从海外筹资 党人带着整袋白银和成捆钞票 进入军营或登上军舰和军队接触 有时密使会被抓到 很快就被处决 甚至没有人会提他的名字 同时陆军或海军的人员 就把钱财纳入私囊 什么事都不做 同盟会于是将策略改成渗透 或派人进入军队 父亲就是如此 他在福建进入省力的军校念书 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志将军 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 父亲成绩优秀 不仅以第一名毕业 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 而且许将军还劝他加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时 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 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 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 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的手中 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 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 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 各省强人只听自己的命令 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袁世凯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 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 此年 中华民国分成北部和南部 当时的大元帅孙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 如果当时加以实行 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 但他的广东政府 也是南部各军阀抢夺的目标 单是清除这些军阀就可以构成四次革命 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革命了 他回到湖南 和母亲结婚 次年我出生 戴奎生先生确定 这时他劝我父亲回来完成未经的任务 但并没有说服成功 他并不知道 他的战友已变成顾驾的男人 事隔多年 他在东京碰到昔日战友的儿子 但这个儿子已经32岁 正要展开自己的流亡之路 父亲提早退休 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 全家不曾饿过 但我们少有特殊享受 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 长沙街头贩卖着番薯 烤花生 烤玉米和韭菜盒子 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 我从童年一直饿到青少年 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 我好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支钢笔 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支墨水笔 在加一罐墨水下雨时 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 闪亮又时髦 我却笨拙地踏着木鸡 发出恼人的声音 令我无地自容 我抱怨上述事情时 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 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 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 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志将军的评价不高 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 由衷信任他 提拔他 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 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 而说起来在救国民党的阶层中 蒋还在他之下 他同时还考虑到 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 在湖南 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 不但薪资少 还得忍受素质能力 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 但他没有其他选择 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 父亲牺牲很多 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 我们应该专心学业 准备上大学 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 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 不要当政客或军人 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对紧张和过度担心的父母来说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长沙 绝非居住的好地方 在白色恐怖时期 三天两头就出现 公开处决共产党人的场面 甚至很难避开街上的行星队伍 因为太过寻常了 通常队伍前会响起尖锐的号角声 士兵亮出枪尖上的刺刀 大叫 杀着囚犯的手被反绑 在推挤之下走过街道 有的面如死灰 有的脸色潮红 大吼大叫 表达不满及反抗 他们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死 传统的死刑令 是把一小片纸贴在竹片上 挂在犯人的脖子上 纸片上用黑笔写着犯人的名字 但上面用红笔重重画上一笔 象征依法结束犯人的性命 在队伍中 总有光脚的小孩穿梭奔跑 兴奋地 开嘴 将整件事当成玩乐嬉闹的场合 不论犯人是恐怖分子 或是理论上赞成阶级斗争的书呆子 在执行死刑时都没有差别 显然有些年轻男女是受到牵连财丧生 有时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开行刑的恐怖 深深震撼了小学时的我 父母不准我太接近执行的现场 但有一个叫做少先惠音一的同学比较大胆 他先看过后 再转述将他吓坏的经验 他想看清楚一些 于是爬到附近的树上 第一个犯人被砍头时 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 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喷出一堆血 同学说 他被吓坏了 紧紧抱着树干 闭上眼睛 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指甲 抓着树皮 他不记得自己如何从树上爬下来 在1930年 毛泽东的太太被处决 杨开慧是我三舅母的亲戚 三舅母目前住在长州 透过他 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 法官判死刑时 会让犯人选择枪毙或砍头 他选择前者 因为他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 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 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 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 不因为丈夫的行为负责 他的审判只是刑事 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 而是由省主席何剑直接下令 刽子手并没有让他迅速死亡 他身负枪伤 倒在地上挣扎 后来 处理遗体的人发现 他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相军 也被当成共产党员处决 行刑前一星期 我父亲去狱中看他 劝他请求宽恕 才不知送命 但他断然拒绝 他死时 只有二十出头 他的死在我们家头下阴影 父母亲提到他时 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 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 代表大会 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 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 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 这也触及到省主席的权威 父亲要我置身事外 我不听 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 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 让我又羞又气 我气急败坏 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 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 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 父亲才对我解释 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 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 在大众压力下 可能做出事后 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 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 但我并没有被安抚 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 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 由于省主席何健的干预 这场学生抗议失败的一塌糊涂 我们应该当懦夫 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 不 父亲向我保证 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 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 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 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 除了许将军以外 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 黄兴也是湖南人 但不是我们的亲姐 1911年4月 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 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 黄兴成为英雄 虽然他有借口 但圈内人知道 起失败时 他逃离现场 追随者却被逮捕 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 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 才能巩固他的立场 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 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志 我知道 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 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 在逆境时 他如何正直可靠 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 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 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 1936年 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 当时他一定认为 多年心愿就要达成 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但次年对日本开战 全国一片混乱 他的梦想也被戳破 然而 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 他虽然不安 却更高傲 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 这场战争 我们绝对不能输 他以复杂的情绪说 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 更不用说 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庆幸的是 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资学校毕业 从军三年 最后又回到学校 完成大学学业 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 从斯坦佛大学 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 父亲至少有个儿子 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 他让我自觉到 我是幸存者 不是烈士 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 局势中 何者可为 何者不可为 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 也许正如郭默若所说的 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 但随着时间进展 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 身为历史学家的 我最后终于看到 对于国民党运动和麒麟 导人蒋介石来说 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 相当有限 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 在成都中央军校 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 整个学校一片骚动 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 四处擦擦洗洗 给每个器具上游 预期他会来检查 但最兴奋的是 我们即将有机会和传奇般的伟大人物面对面 我们全都知道 蒋介石有一度和邦会扯上关系 即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少将 身为亲近蒋的弟子都不会言 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赚了一票 在我们的印象中 蒋是大胆无畏的英俊年轻人 这样的印象 大半来自经常被刊登的一张照片 拍摄时间是黄埔军校成立时 照片中的他摆出很帅的姿势 整理他的手套 似乎象征他随时准备行动 这时我们也已读过王柏林将军的回忆录 他在书中揭露 讲不仅以个人信用借钱来维持军校 而且还亲自设计国民党的军服 包括非常僵硬的惶恐 让帽子向上翘 展现革命军人的精神 他有一度甚至想让第一期 生在三个月内毕业 认为再稍微拖延 中国就没有机会重生 到此时为止 以我们的标准而言 他具备伟大名将的种种条件 敏捷坚定 爱冒险 其实只是名义上 但能当他的学生就让人心满意足了 等到我们见到本人 失望到了极点 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 虽然教官事先警告 校长来时 如果谁弄乱了队形 就是犯了严重的过错 一定会遭到禁闭的处分 但校长致辞时 一些学生倾斜身体 希望能看清楚演讲人 后排的学生则点着脚尖 但他们的热忱并没有得到报偿 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 也不坚定 他动作缓慢又刻意 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 也欠缺想象力 只有枯燥无趣 我们期望是军人对军人间的谈话 向关起门来讨论当今局势 或是多少提到他过去的光荣历史 但这些期望全落空 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们 要娴熟基本功夫 只要熟练基本战术即可 如果费心去思考战争的信念 概念 甚至战略 都是浪费时间 如此这般 我们仰赖领导我们赢得孤注一掷的战争 进而改写历史的人 谈话竟然像是教练班长一样寻常 他还老远从重庆来讲 这些东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战士领袖中 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 不过也没有像他一样身兼所有军校的校长 等到我们要朗诵军人独训时 他又亲自当起教练班长 不过 他却缺乏教练班长的体力和压迫感 我念一则时 他轻声说 不要和我同时念 等我念完后 你们再复述一次 他如此讲究细节 追求完美 但是国语的服从为负责之本 在他浓厚的浙江口音下 却成了乌层外乌乍资崩 后来我们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怜的校长为乐 我可不愿当蒋介石的公关人员 即使是最能干的新闻官打造出的公众形象 他本人都可以轻易摧毁 又有一次 站在讲台上的蒋突然发现 身为军校董事的戴继桃 居然站在台下的听众中 他停下演讲 请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 但戴客气婉拒 邀请愈来愈急迫 但戴非常谦虚 以同样的决心拒绝 其后数分钟 我们听到麦克风传来我们的校长蒋介石的声音 嗯 请 请戴的声音没有连到麦克风 但从延长的悬疑气氛中 我们可以推测出正在进行某些对话 这场谦虚的拉锯战终于结束 戴顺从请求走到台上 蒋才又继续演说 站在听众中的我心中怀疑 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吗 如果在数千名顶着钢盔 站在太阳下的军校生之前 都无法避免虚华不实的形式主义 在处理更重大的事件时 他们的优先顺序只会更值得质疑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